大家好,我是小镇 最近也是因为深圳这边口罩的问题 也是好几天没开门了 今天再来市场帮粉丝们挑机器 近期也是发生了好多事 懂的人都懂啊 现在市场上华为的二手机也是特别的受欢迎 今天帮粉丝们挑一挑华为的二手机 我们收几个粉丝要求 先来帮他们找几台iPhone11吧 2000多元价位性价比比较高的iPhone11这款机器非常不错 我们在这里挑几台比较好一点的 我们现在就来挑一台华为的Mate30 Pro 这款机器最近非常的火啊 可以说是一直都很火的 麒麟990的一个处理器 鸿蒙系统 鸿蒙系统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自己用的就是这款机器 双卡5G 麒麟990这款处理器真的是非常高配的 屏幕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一个瀑布屏 真的是比很多全面屏都漂亮 拍照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而且近期呢也可以升级鸿蒙3.0的系统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啊 这款机器现在拿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3000出头的一个价位 橙色非常的亮 一台原装的 我们再来拿一台华为的Nova T-Polo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机器的配置啊 同样是搭载鸿蒙系统啊 近期也是可以升级鸿蒙3.0的了 处理器呢是麒麟985的 跟麒麟990基本差不了多少 也是双卡5G 外观设计也是非常时尚啊 这款机器现在是2000出头的一个价位 双卡5G的这样的机器 确实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我们再来拿一台华为的P40 Polo家 这款机器外观真的是非常的时尚啊 我个人觉得是华为所有外观里面最漂亮的一款机器的 屏幕呢是一个四曲面的一个屏幕 方孔摄像头 P40 Polo家 跟P40 Polo呢是高了一个档极的 同样是麒麟990一个5G处理器 同样是可以搭载鸿蒙3.0系统的 这个照相有100倍的变胶 可以直接拍到月球表面了 后盖呢是一个陶瓷的一个材质 摸起来非常的有手感 重量拿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厚实 非常的稳重 挺不错的 这款机器 接着帮一位粉丝拿一台三星的小折叠三代 虽然是折叠屏啊 但是这一款呢是支持IP68级的防水 折叠屏能做到防水也是不多啊 这款机器的外观设计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是最新款的小折叠三代了 而且是三星的 可以支持单卡5G 这外屏呢也是可以显示很多消息通知 以及时间等等 这款机器目前市场上拿的是3000出头 32003300这样子 性价比确实也是非常高的了 我们得赶紧去找一下其他的机器了 有很多粉丝呢也是等了很多天 所以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想了解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我都会回复大家的 记得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